首先给大家说个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到国会发表演讲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 共和党人约翰逊在本周四5月23日表示 以色列总理本亚民内塔利亚胡 很快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 发表讲话 目前由于内塔利亚胡 决议大举进攻加沙南部城市拉法 与美国总统拜登关系紧张 拜登曾公开警告 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 美方将进一步切断他的武器供应 约翰逊在以色列大使馆 年度独立日的招待会上 发表了阻止演讲时表示 这将是在以色列政府最需要的时候 对其展现强有力的支持 此次对内塔利亚胡的邀请是在以色列本周遭受双重挫折之后发出的 挪威、西班牙、爱尔兰等三个欧洲国家表示 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 以及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宣布 正在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 以色列国防部长阿夫、加兰特以及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可以预见内塔利亚胡的演讲 势必会进一步激怒进一步派的民主党人和加剧美国国内支持巴勒斯坦运动的声势 我们说了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力亭 以色列的消息后 我们再来说说习近平在山东济南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的事 据官媒报道 5月23日下午 习近平在山东济南召开了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众所周知 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一般由总理主持 习近平亲自主持并不多见 这么多年来也就三次 一是2018年11月 中美贸易战开打 中共最高层召开企业座谈会 全面推动所谓一揽子国内外经济发展计划 二是2020年7月疫情绵延 最高层召开企业座谈会 全面推动复工复产和开启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也就是现在的五月就是本次 这一次实质中共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最高层召开企业与专家座谈会 意在传递积极信号 为三中全会补录 可见习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 一般都是中国经济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 目前中国经济低迷 房地产爆垒 地方债务高企 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 内需不足 外资撤离 习已经确定 在今年七月份召开三中全会 思路已经确定 所以这个座谈会 如其说是调研 征求意见 不如说是吹风会 是它各界的反应 根据官媒的披露 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 座谈会透露的信息 一主题是深化改革 三中全会将高喊改革开放 给外界制造一个误区 那就是中国经济政策没有倒退 相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 近来网络上就流传习要重回邓小平 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道路 要突破要输市场 实行土地 私有化等 二 漂亮化 一 箩筐 如改革的力度要大 面对深水区 要破坚冰 改改的 能改的 必须改 一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坚决破除 妨碍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 和体制机制弊端 着力破解 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和结构性矛盾 二 构建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增强社会活力 推动生产关系 生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更好相适应 三 同时要敢于创新 把改改的 能改的 改好 改到位 看准了 就坚定不宜抓 但 要抓的问题 要改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呢 各位别急 下面就来了 三 这是改革 要解决大问题 要有用 要让大家感受到 而且不能自行歧视 一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要从现实需要出发 从最紧迫的事抓起 二 聚中就业 征收 入学 就医 住房 办事 拖幼养老 以及生命财产 安全等老百姓 极难 筹判中 找种改革的出发点和突破点 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 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 必须同向发力 形成合力 增强整体效能 防止和克服各行其事 相互撤走的现象 您看 我说了这么多 您听明白了吗 是不是越来越一头雾水了 其实通报在下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 那就是习为三中全会划定了底线和目标 他说改革无论怎么改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人民 民族专制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 也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以来 造成中国经济衰退的政策 是绝对不能改的 那问题是经济改革还有希望吗 经济还能时而复生吗 别急 有乐观能事 还是通过蛛丝马迹 秀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 因为这次座谈会 居然有改革派人物参加 通稿说 在座谈会上 国电头刘明胜 生创投左丁 安踏丁四中 浙江传话 徐冠聚 博士 中国徐大全 香港冯氏 冯国金 北大周七人 中宏院 黄汉全 社科院张斌 等九位企业和专家代表 先后发言 引人注目的是 消失已久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周七人居然出现在座谈会上 这是否意味着他偏右的石油化经济主张也会重回中共高层的视野 但目前的形势下一个周七人又能说什么呢 不唱唱歌 从其量也只能说些磨灵两可 习近平听不明白的经济属于 其实周七人教授敬仰的美国经济学家科斯 早在2008年7月中国改革开放 30周年之际就亲自倡议并主持召开了中国经济制度变革 3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他就对中国经济提出了忠告 他指出 一必须去除所有国有企业的特权 让民营经济得以自由竞争 二政府参与土地交易 导致腐败猖獗 必须将其自身排除在市场之外 三中国应打造一个自由的土地市场 四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显然是开除了药方 五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利服从于法治 六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 那就是缺少思想市场 时间已经过去了16年 习近平的路线似乎恰恰是要跟科斯对着干 美国民间机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先生指出 两个关键的问题 如果避而不谈 三中全会就是大忽悠 第一是市场经济 用市场来决定资源和效率分配 第二是约束权利 李恒青说外商最大规模从中国撤资发生在2023年 也就是疫情封控之后 这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而要想真正把权利关进笼子 在习的独裁统治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说所以说要提准信心 大家就是对你没信心 我想关键在这里 可是关键的东西 这习他偏做 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 经济学家郁伟雄认为 中国面临经济困境十分严重 主要是过去一直过度依赖投资 把资源从家庭转移到企业和政府身上 他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说 中国的投资涨国内生产总值GDP45%左右 而全世界普遍占只有20% 同时家庭消费应占GDP60%到70%左右 而在中国却只占40% 投资太多的结果就是回报率越来越低 甚至是负数 这就会导致债务上升 而中国房地产现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他指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必须把长期结构性失衡的现象纠正过来 回归到市场机制 中国可做的就是要想尽办法 让家庭可支配收入能够有所增加 有信心消费 消费的结果就是企业收入会回升 会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 宇伟雄认为 在一个正常的国家 政府应该透过实时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 提供民众更多的社会保障措施来提振消费 但中国当局长期以来的心态认为 投资是看得见的 而把资源归还给家庭 短期内就无法看到明显的效果 政府也无法主导掌控 而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 政府还要接受经济下行的现实 这些都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 今天中国还在讲 2024年经济要达到5%的成长 这就代表他们的想法根本没有改变 对经济成长本质的认识还不清楚 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兼中国项目协调人黄天内认为 三中全会虽然会讨论深化改革的问题 但更关注的是不是眼前的困境 而是长期体制性的问题 从中国在疫情当中刺激措施 就可以看到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 存在显距的不同 中国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是重供给 轻需求 这个也是导致现在经济不平衡 一个重要根本的原因 他说中国这种政策导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对低收入家庭 包括农民工的支持 政府迟迟不采取行动 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 当局更把推动恢复内需 从政策的首位降到第三位 而把发展薪质生产力排在第一位 黄天内认为这是政策歧视 但也和中国的税收制度有关系 独立媒体人蔡生坤先生指出 尽管中共在三中全会会着力经济改革的方向 但实为政治安全 他认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未来 以及政治上的变化 不必抱有期待 经济的好坏 经济未来的走向对中共来说 都不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政权的稳定 政权的安全 不要抱这个幻想 未来中国政治 中国的经济都不可能有任何力所按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大致感谢您的收看